哈囉 大家好 我是Sharon 今天大家看到這個背景應該知道 又要來煮料理了 對 沒錯 而且就在剛剛我姐突然想到了一個創意料理 那我們就開始煮吧 那今天的創意料理呢 是蝦餅裡面有特殊的東西 那我們就先看下去吧 掰掰 那我們就開始做吧 那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有蝦子 首先呢 第一步就是要先處理我們的蝦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去掉蝦場 英國蝦的場子是長在下面 剝好的 不對 剝好的 這邊是處理好的蝦 然後快處理好三盒了 嘿 在我洗碗的同時 處理完蝦腸就把它洗一洗 我姐剛剛說她處理完蝦腸 她得了頸椎眼 超多隻蝦的耶 三盒的蝦 好的 下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來剁蝦 刀子已經準備好了 就盡情地剁它 扎實的蝦碎不好切喔 不好很快就把它剁碎 因為它蝦子很Q 好像蝦子的山脈 蝦子山 我們是真柴實料 蝦餅你看滿滿的都是蝦肉 又大塊又扎實 然後我講話的時候你切得好順喔 謝謝 這是初次剁蝦 我們待會還要第二次剁蝦 把它的肉剁碎一點 蝦子山 這樣子看起來超級多的耶 不斷滿出的蝦子 每次煮都煮成大分量 變成豬 喔 把蝦子壓一壓再剁 會比較好剁 我們買的這個是大蝦 所以它的肉很扎實 所以大家可以先壓一壓蝦 然後再剁 好帥喔 竟然是有牙齊 粉身碎骨 這樣就直接變泥了 蝦子還會跑 你以為你在用竹竹刀 你這個香 好療癒喔 這好害我想到上次你做的馬鈴薯煎餅 顏色超像的 再次來做馬鈴薯煎餅 教大家如何做馬鈴薯煎餅 山脈 蝦子山 蝦子山 好像飯糰喔 瞬間 蝦子就不立了 欸不是蝦子不立 刀子就不立了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調味了 首先呢 先加入酒 先跟大家說 這個調味呢 是屬於暗黑料理調味法 因為呢 就是一切品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就是不專業懶人教學 所以大家看看如何調味就可以 主要就是讓味道不會奇怪就好 再來是 黑胡椒 如果有白胡椒的話可以加白胡椒 但是我們只有黑胡椒 我覺得我姐就是盡情的在把我們家裡有的材料都加下去 鹽 鹽巴 一樣是我們從台灣帶來的美味鹽 他現在在想要加什麼 他現在在想要加什麼 你想好了嗎 這個水龍頭 這叫一點點嗎 果然是暗黑料理 然後我們就把全部 夾在一起 全部嚼一嚼 用手捏一捏 要均勻調味喔 不然大家也吃到某一塊太鹹 就是米梅調味好 你知道我姐每次在外面那個中獎都是他 他不是每次就是 吃到那個太鹹一塊的人 永遠都是他 中獎者 看今天會不會你吃到一個過選 直接說不會 好香喔 有加那個香油啊 上一支影片有用到的這個韓國香油 準備一個碗 我現在要來揭曉 蝦餅裡面我們放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 這個起司 看到這個 超想吃的 直接撒在上面烤一個披薩吃 沒有啦 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 起司 在蝦子裡面加起司 電磁爐就是要注意不能有水 不然呢 待會開火時候就會 對 現在我要加一點秘密武器 在碗裏 先把油倒進鍋子裡 熱油 就把一坨蝦中間挖一點洞 把起司放在裡面 包起來 要注意蝦子很黏哦 所以要掌控好那個大小 跟包的量 不然待會兒從手上拿不下來 好像冰淇淋哦 把起司包緊 不然待會兒煎的時候 你的起司就會融化就會流出來 所以要包好 第一個起司融化出來 起司愛好者 它感覺凝固在中間那一層 蝦子也有水哦 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要被噴到 哇 好像煎肉餅哦 挖出一個洞 鋪上去 把起司包緊緊 示範三個大家應該知道怎麼製作了吧 我們要來試吃一下第一款 因為這個蠻厚的 怕中間會不熟 希望不會 好 我的小餐桌 好好吃哦 哇 成功了 哇 起司 哇 我愛的起司 我來先幫大家試吃一下 哇 你們看得到那個汁嗎 超juicy的 等一下給大家看 起司鋪出一個洞 我們這個調味是還ok 只是可以再淡一點點啦 暗黑料理嘛 能吃就好 我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很多汁 嗚呼 跟禮拜 跟大家講 我們這是第一次製作 所以呢已經算很好了 超好吃的 那個甜度 哇 超好吃 而且中間加起司 簡直是完美 就是整個撕開 就是裡面是起司 今天用的是橄欖油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個 鹽酥雞那一篇有介紹這個油 煎得嘟嘟好 他好順勢的就下來了 哇 最後三個 那待會起鍋裝盤之後 再跟大家見啦 掰掰 哈囉 出來了 出爐了 給大家看 總共這樣子做的話 會做出八片 我跟我姐剛剛煮的時候 就吃了一個 就一人一半 然後現在 就是三個 再加一個 一人一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哇 熱熱的煎起來 它會坎西 起司會 這個沒有 我姐剛剛吃的時候 她說有 坎西 超好吃 然後跟大家講 加香油 是對的 因為呢 香油很香 芝麻油 對 芝麻油很香 蝦又很多汁 調的味道 差不多剛剛好 就是一個人 鹹度 那如果你 不要那麼重口味的話呢 可以 加少一點點 但是 還是很好吃 而且很多汁會 爆汁的那一種 我來試第二個 看會不會爆汁 欸不是啦 我來試第二個 看會不會 坎西起司 沒有 超級 Juicy的 超級 Juicy 超好吃 五分鐘 可能就可以 把這個吃完 超級Juicy 我現在感覺 比較像在喝水 吃飯的時候 順便跟大家 聊一聊好了 我今天看到 蠻多人在底下留言 我好開心喔 其實這支影片 是 突如其來的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這禮拜 我下禮拜 有一顆 會計要考試 考完會計呢 再下一個禮拜 又有 那個 統計要考試 超級忙 超級忙 要準備考試 上課 上班 讀書 哇 剪片 超級多事情 我就想說 可能下禮拜 才會出片吧 但是今天 就吃了這個 意外的 食物誕生 我姐突然想到說 她要做這個料理 今天她比較早下課 她就去超市買了食物 去超市 讓她逛超市呢 就會 產生這個結果 就是 買了一堆食材 然後開始想 她要煮什麼 這個就是 大家剛剛看到的 那個 爆漿起司 但是這個 很早就煮起來 我覺得這個 應該裡面 裡面不會看稀 這個超級紮實 裡面滿滿的 都是餡料 超Q 超好吃 又多汁 真彩實料 自己煮的食物就 真彩實料 又健康 一下子就來到了 最後一片了 這真的 下次可以再煮一次 喔 然後我也很喜歡拍照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來我的 Instagram 看看我的照片 完食完食 我吃完了 好想要再吃喔 這是有優格 我又回來了 我去冰箱 拿了這個 優格 跟大家講啊 這個優格 很好吃 我之前有一個VLOG的影片 另外一個芒果口味的 我還吃了另外一個牌子的優格 應該是早上吃的 對 它打開會是這樣子 重點是呢 它底下 會有 醬 果醬 我通常吃的時候啊 我都會把它攪在一起 這樣吃到下面比較不容易 過甜 或是只有 果醬的那個味道 它這個超級稠 讓我 的相機快沒電了 那就先這樣子 我吃一口給大家看 它很少打折 所以你們只要看到它的話 其實 它一個是0.99磅吧 我記得 它打折的話會更便宜 這個相機 要沒電了 就先到這裡了 掰掰 我們下次影片見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